下周末有三天连续假期 狐狸猫爸妈打算带着狐狸猫和朋友们 一起来一趟单车旅游 骑脚踏车旅游不仅是很好的运动 沿途还能欣赏美丽的风景 大家都十分期待 狐狸猫上网查询租车的价格 发现每辆脚踏车的租金是一千两百元 小树蛙 卖卖 爸爸 妈妈 加上我总共有五个人 如果每个人都组一辆脚踏车 总共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总共需要一千两百元乘以五 一千两百元是一张一千元和两张一百元 一千两百乘以五写成成法 只是计算 因为各位十位都是零 所以乘以五答案也是零 二个百乘以五是十个百 就是一千 百位写零 千位敬一 一个千乘以五是五千 五千和一千合起来等于六千 因此五个人的租车费总共要六千元 别忘了安全第一 我们还要租借安全帽和制物袋 如果再加上租借这些设备的话 那每个人的租金就变贵了 会变成一千四百七十五元 哇 那全部的花费就会比六千元多了 这么一来 全部会变成多少钱呢 总共的花费会变成一千四百七十五乘以五 写成直式计算 先从各位开始计算吧 五个一的五倍是二十五 在各位写五 在十位上方计二 七个十的五倍是三十五个十 和二个十合起来等于三十七个十 所以十位是七 三十个十是三百 百位上方先计三 四个一百的五倍是二十个百 和三个百合起来等于二十三个百 在百位写三 二十个百是两千 千位上方计二 一个一千的五倍是五个千 和二个千合起来等于七个千 在千位写七 如此一来就算出五个人租脚踏车 及安全帽和置物贷的费用 总共是七千三百七十五 所以答案是七千三百七十五元 这时李李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 我刚刚睡觉了 你们讨论到哪里了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在计算租借脚踏车 和周边配备的费用 我们忘了把李李算进来了 现在的花费要再多一个人的钱 原本我们计算了五个人需要花费的金额 如果再加上李李的话 会变成六个人 租借脚踏车及配备物品的费用 都要重新计算了 没问题的 我自己来试试看吧 一个人租借脚踏车及配备物品的费用 是一千四百七十五元 所以五个人共要七千三百七十五元 请问加上李李后 六个人总共需要花多少钱呢 答案为八千八百五十元 接着狐狸猫妈妈带着大家一起选择住宿的地点 订房网站上有琳琅满目的饭点和民宿可以选择 经过比较之后 大家最后选出评价很高的梦幻民宿 一间家庭房型的房间可以住六到十个人 但一个晚上的住宿费要六千零八十元 这次我们在外面住两晚 如果选住一间梦幻民宿家庭型的房间 会需要多少钱呢 运用刚刚的方法 一碗要六千零八十元 两碗是六千零八十乘以二 等于算出答案六千零八十乘以二 等于一千三百六十元 咦 一千三百六十元这个答案合理吗 一天的住宿费是六千多元 那么两天的住宿费怎么会才一千多元呢 你是不是有哪里算错了呢 检查狐狸猫的计算过程 找出计算错误的地方 并算出正确的答案 我知道了 是这里算错了 我弄错了八个十乘以二 是十六个十 应该在十位写六 百位上方计一才对 我们再重新计算一次 值式计算是从各位数开始计算 零个一的二倍才是零 再各位写零 八个十的二倍是十六个十 再十位写六 百位上方计一 零个百的二倍虽然是零 但刚刚有近位一个百 所以百位要写一才对 六个千的二倍是十二个千 再千位写二 万位写一 原来正确答案应该是 一万两千一百六十元耶